欢迎大家收看晶片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韩国大力投资成为全球芯片领导者 Netflix逐渐上升 德州仪器 金百利下跌 2024年1月24日 星期三 当前的市场上存在着技术机遇和风险 错过了英伟达 在他们涨幅达到47%至95%之前 购买着两只非常便宜的人工智能AI股票 科技 ASML和Netflix股票 在第四季度盈利超过预期后上涨 请大家收看 韩国大力投资成为全球芯片领导者 德国之声 韩国宣布计划在未来23年内投资约4700亿美元 在京基道建设全球最大的半导体集群 该项目与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合作进行 只在到2030年 将芯片生产的自给率提高到50% 并扩大韩国在其他芯片和处理器市场的份额 该集群将包括各种工业区 总面积达到21000公顷 预计将创造近350万个就业机会 三星和SK海力士计划到2030年 在该集群中每月生产710万天金元 Netflix逐渐上升 德州仪器 金百利下跌 2024年1月24日 星期三 美联社 Netflix股票大涨58.32美元 或11.8%至550.5亿美元 因这家流媒体娱乐剧头 为当前季度给出了强劲的引力预测 当前的市场上存在着技术机遇和风险 雅虎 周二 标普500指数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科技板块继续主导市场 Blox Cross全球市场与策略负责人基斯 布利斯表示 科技板块将继续引领市场的当前反弹 但投资者需要扩大反弹范围 使其可持续 布利斯指出 IBM是一支值得关注的股票 因为其75%的收入来自软件和咨询业务 但公司正在考虑与人工智能实施相关的咨询公司合作 错过了英伟达 在他们涨幅达到47%至95%之前 购买着两只非常便宜的人工智能 AI股票 雅虎 PBank Capital Markets提高了对Advanced Micro Devices AMD和Micron Technology的目标股价 称芯片制造商将受益于人工智能AI的日益普及 分析师John Wynn将对AMD的目标股价 从170美元上调至195美元 较当前水平上涨19% 他提到了对AMD服务器处理器 和新推出的以AI为重点的加速器的需求 Wynn补充说 AMD的MI300系列AI加速器 在2024年可能产生80亿美元的收入 而之前的估计为30亿至40亿美元 Wynn将对Micron的目标股价 从100美元上调至115美元 较当前价格上涨35% 他表示 随着AI服务器市场 预计在2027年增长5倍 对该公司高带宽内存芯片的需求正在增加 科技 ASML和Netflix股票 在第四季度盈利超过预期后上涨 Yahoo 荷兰 ASML控股公司的股价 在该公司超过第四季度盈利预期后上涨 该公司制造用于计算机芯片开发的机械设备 Netflix股价 也在该公司发布积极盈利结果 和大幅增长的订阅者后继续上涨 为什么过于乐观的投资者可能需要放慢脚步 CNN 标普500指数在两年来首次创下历史新高 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38000点 德国DEX指数上周交易创下历史新高 美国失业率为3.7% 与美联储目前预测的4.6%相比 1月份消费者信心达到自2021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2月份零售销售增长了0.6% 利歇根大学发现 消费者预计通胀率将在明年降至2.9% 为自202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联储预计今年将降息 然而 也存在一些担忧 主要指数上涨 但整体市场并未如此 英伟达和微软占据了标普500指数 今年涨幅的75% 去年前20大股票占据了该指数涨幅的110% 德意志银行的策略师亨利 艾伦警告称 这些股票涨幅可能会受到对该组合情绪的变化的影响 此外 科技行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裁员 该行业正在大力投资人工智能 这可能是人工智能重塑更广泛商业格局的迹象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威胁要取消对737MAX10的订单 波音股价下跌了1.6% 因为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透露其MAX9喷气式飞机将在本月底之前继续停飞 你的401K计划 汽油价格和房屋 三个令人惊喜的理由让你感到开心 CNN 改善的消费者情绪 上涨的股票价格和下降的抵押贷款利率 是对2024年美国经济持乐观态度的三个原因 经过几年的低迷 美国经济终于再次活跃起来 通胀率低于过去40年的水平 就业市场强劲 消费者情绪高涨 上涨的股票价格提振了401K账户 并为今年的表现带来了良好的预兆 股市的上涨部分归功于包括苹果 亚马逊 微软和特斯拉在内的大型科技股 消费者情绪的上升也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好兆头 因为消费支出占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二 更好的情绪还会提升对乔·拜登总统处理经济问题的看法 这对于2024年的初选非常重要 美国住房市场也在改善 抵押贷款利率降至2023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使得购房者更容易负担的起房屋 并可能导致更多的住房供应进入市场 美联储今年打算降低利率 这可能进一步降低抵押贷款利率 提高购房的可负担性 期货上涨 Netflix的用户增长乐观 芯片股上涨 雅虎 周三 美国股指期货上涨 原因是Netflix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上涨了10.1% 而芯片制造商ASML Holding报告了强劲的收益 Netflix的用户增长超出预期 得益于热门新剧 而ASML的收益超过预期 并且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的季度订单 推动了包括NVIDIA 英特尔 AMD和Morwell Technology在内的芯片股的上涨 特斯拉股价上涨了1.5% 因为该公司通知供应商 希望在2025年中期开始生产一款 名为Redwood的新电动汽车 资本呼叫 SEC A Berlin 路透观点 德国软件公司SEC宣布计划裁员8000人 占全球员工总数的7% 因为人工智能AI使员工能够更高效地完成任务 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克莱因强调 AI可以促进更快的编码 合同检查 销售演示等工作 减少了对员工的需求 这次重组将耗资20亿欧元 22亿美元 将使该公司能够投资于IT和自动化等领域 以支持与AI相关的业务增长 SEC的举动可能预示着科技行业将进一步裁员 该行业已经因为在疫情恢复的高峰期过度招聘 而面临缩减规模 在相关消息中 英国基金经理Auburn计划裁员500人 占其员工总数的10% 已在2025年前缺减1.5亿英镑 2.02亿美元的成本 该公司在2023年下半年 遭受了124亿英镑的禁流出 其成本占收入的比例超过80% 高于同行 Auburn的首席执行官斯蒂芬 博德可能需要寻求买家 因为其股价自7月以来已下跌25% 中国遏制成为一种双输的策略 对每个人都不利 南华早报评论版 根据南华早报的一篇专栏文章 美国试图破坏中国的全球供应链的努力 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例如推动各国去美元化 美国一直在向各国和企业施压 要求他们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 但许多人发现这样做很困难 新的供应链往往更昂贵 更不透明 并保持与中国供应商的联系 美国削弱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的努力 可能会适得其反 因为各国寻求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在需求激增的情况下 ASML在第四季度的订单增长了两倍 南华早报 ASML欧洲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 2021年第四季度的订单量 比上一季度增长了两倍多 因为对其最先进机器的需求激增 订单量的增加达到了91.91欧元 99.8亿美元 这表明半导体行业可能正在复苏 ASML是唯一一家生产制造最复杂半导体 所需设备的公司 对其产品的需求被视为行业健康的风向标 中国需求的增加有助于弥补全球芯片行业放缓 对ASML的影响 因为中国的芯片制造商在荷兰出口规定生效之前急于购买光刻机 ASML和SAF在紧喷更新后引领科技股飙升 彭博社 在ASML Holding NV公布强劲的季度订单和SAF SE超出预期后 欧洲科技股出现反弹 被视为半导体行业风向标的ASML上涨近7.5%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 SAF的云订单积压也显示出强劲的增长 表明对其基于云的软件的需求很高 这些公司的积极前景提振了投资者情绪 并为欧洲科技行业增加了约360亿欧元410亿美元的市值 持续的上涨不一定意味着广泛的上涨 沉肩简报 雅虎 科技股再次推动了股市的上涨 根据雅虎财经的贾里德 布利克雷的说法 辉煌六人组占据了标普500指数年度回报的89% 据FAXET预测 科技行业的主导地位可能会继续 因为预计即即将报告年度收益和营收的增长 尽管这可能会对股票价格造成打击 但该行业在去年打破了预期 文章质疑当前的上涨是否需要扩大以保持持续 中国表示 欧盟对电动汽车补贴进行的不公平调查 可能会损害两国关系 彭博社 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称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进行的国家补贴调查 是不公平的 傅聪警告称 如果中国采取与欧盟相同的做法 有很多事情可能会受到调查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调查 加剧了双方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 预计欧盟将于周三公布提案 允许其审查并可能阻止对敏感行业的外国投资 其中以中国为主要目标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新闻 首先 韩国宣布计划在未来23年内 投资约4700亿美元 在经济道建设全球最大的半导体集群 旨在提高韩国在芯片生产和处理器市场的份额 这个计划将创造近350万个就业机会 并有望在2030年将芯片生产的自给率提高到50% 其次 Netflix的股票上涨了11.8% 因为这家流媒体娱乐巨头给出了强劲的引力预测 科技板块继续主导市场 标普500指数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不过 投资者需要注意 科技行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裁员 这可能是人工智能重塑商业格局的迹象 此外 荷兰的ASML控股公司和德国的SATSE在第四季度的业绩表现超出预期 带动了欧洲科技股的上涨 ASML的订单量增加了两倍多 显示出半导体行业可能正在复苏 SAT的云订单积压也显示出强劲的增长 表明对其基于云的软件的需求很高 最后 中国对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进行国家补贴调查的回应表示不满 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中国警告称 如果欧盟继续这样做 将可能对敏感行业的外国投资进行审查和限制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们看到科技行业在市场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各国都在加大投资力度 同时 人工智能也将对商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需要我们保持警惕 那么 亲爱的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请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都可以通过电邮 我都可以通过电邮 我们可以通过电邮